大家好,我是谷建芬,时隔20多年,我又要看音乐会了 如果他的歌曲也曾陪伴你的童年,就一定要来听哦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猜到我要唱哪首歌吗? 听着谷建芬老师的歌,你的DNA是不是跟着疯狂的动了起来呢? 谷建芬音乐会将于3月8号晚上8点在北京卫视播出 山依纯的声音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他轻行演唱毛阿米的经典金曲《思念》 一开口就勾起大家的美好回忆 山依纯用张弛有度的声线 将歌曲《思念》呈现出一种梦幻感 歌声悠悠,就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歌声美,画面感也是呼之以出 《思念》经过重新编曲之后 山依纯的情绪在歌曲中递进的游刃有余 歌曲的节奏律动被拿捏得恰到好处 看着山依纯的《思念》舞台录制《花絮》和《路透》 有网友流下了眼泪 有网友动情地说 山依纯唱歌真的好听 又带我回到了过去 听着《思念》我想起小时候 每个周五和爸妈守在电视机前 看同一首歌 我爸每次看到毛阿米出来 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好怀念那时的时光 我是90后 爸妈已记离婚多年 每次听这首歌 我都忍不住掉眼泪 真的泪目 还有一位网友 山人泪下 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她现在不在七八年了 我很想她 听得出来 单依纯有着温柔 又不失力量感的嗓音 饱含深情 她的歌声感人至深 动人心弦 在古剑芬音乐会上 单依纯不断演唱 毛阿米的经典金曲《思念》 还与金志文 孟会员等合作演绎合唱歌曲 更让人感动的是 全场大合唱 众心演绎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大合唱 闪一纯和周深同台 舞台站位相邻 两人默契互动 也是吸引了不少网友和粉丝的眼光 另外 周深和新一才合唱团 一起演唱的歌声与微笑 深情动人 狂卷情怀浪潮 由张碧晨演唱的 绿叶对根的琴艺 很有新意 去参加现场录制的观众 在微博上发文 称 单依纯 周深 张碧晨三位歌手的现场表现 尤为突出 最后一个节目 是全场大合唱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在演唱过程中 和单依纯紧爱者的周深 主动与单依纯小妹妹互动 单依纯的歌声悠悠 像一只蝴蝶飞进窗口 勾起三代人的回忆上 年轻的歌手的歌手 少许